实验4-1-2 人体的感觉作用 游泳刚下水的时候,会觉得水很冷,但渐渐习惯后,就不再觉得冷了。 除了皮肤能够感受温度的变化外,日常生活中,我们常借由各种感觉器官得知环境的变化, 让我们透过温厥和视觉测试实验,了解人体感觉器官的作用与限制。 实验器材 实验需要的器材有这些,要确认所有器材都有准备哦! 实验步骤 实验1-温厥 在A盆加入自来水和热水,将温度调整到摄氏35度。 在B盆加入自来水,将温度维持在室温,大约摄氏25度。 在C盆加入自来水,将温度调整到摄氏15度。 将右手放入A盆,左手放入C盆中,记录此时左手和右手的感觉。 3分钟后,同时将两手放入B盆的水中,并记录左手和右手的感觉。 实验2-视觉战流 快速翻动活动纪录部的右上角,观察右页右上角图片的变化情形。 把观察到的影像记录下来。 专心凝视记录部图形中央的中心点。 15秒后,将目光移至右方复片后向蓝的中心点上。 静待后向出现,记录后向的颜色及形状。 闭眼休息30秒,再看下一个图形,重复一样的步骤。 结果与讨论。 1. 根据实验1的结果,皮肤是否能准确感觉到水的温度? 你认为使用手触摸额头判断是否发烧超过38度C时,可能会有什么问题? 皮肤不能感觉到水的准确温度,而只能感觉到温度的相对变化。 所以用手触摸额头判断发烧时,也无法感觉到准确的温度。 2. 了解实验2的现象后,事举出生活中应用视觉占流的实力。 像走马灯、电影、传统卡通的播放原理,以及烟火、仙女棒的火花等,都是视觉占流的实力。 3. 想一想,吃东西时,若先吃糖果,再吃巴勒,是否会影响对巴勒的味觉? 可能的原因为何? 可能的原因为何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